報告顯示,一市公寓的租金中位數降至每月2285美元,比去年同期下降31%。 一居市公寓的租金中位數下降了24%至每月2873美元,兩居市租金降至3931美元,比去年下降了21%。 除舊金山貝,下周許多高成本縣的租金也大幅下降,聖馬雕縣的一居市比去年下降了13%。 聖塔克拉拉縣下降了12%。 這些縣是西谷科技公司的所在地,預計不會很快有很多員工回到辦公室。 除西海岸科技市場外,曼哈頓、波士頓、西雅圖和華盛頓特區等租賃市場是租金下降幅度最大的其他典型的高成本城市。 realtor.com網站分析說,隨著控制的公寓開始堆積起來,許多房東争相降低租金並提供折扣,以吸引或保持越來越多的租房者。 新唐人接著古新月綜合報導。 封城市朝降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